不然得意見 這個厲害了 看起來像滷肉飯一樣 其實真的挺像的 你們看看 他們連醬和米粒都模仿得非常真 急不及待 想試一下 老闆說這個是巧克力 聽說巧克力裡面藏了一些神秘的材料 讓我試一下 讓大家看看 裡面只有奶油之外 我留意到一種非常別有用心 他們連這個老汁上面的肥豬肉都模仿得很像 但是不是真的肥豬肉呢 試一下 最想吃就是這個 因為我平時吃滷肉飯的習慣就是吃了上面的肥豬肉 就知道這個滷肉飯好不好吃 嗯 他們這個滷肉綠濕是焦糖醬來的 番薯粒蘸焦糖醬 很特別 讓我試一下他們的所謂的飯 外面這個表皮是巧克力 但你會吃到巧克力上面一顆顆米通的口感 完全不像在吃滷肉飯 原來他最神秘的一個才力就是肉鬆 平時台灣人吃飯都會很喜歡加肉鬆的 想不到連甜品他們都可以加肉鬆的 現在在我口裡面有各種不同的口感和味道 首先呢 肉鬆是比較搶眼 比較搶鏡的 因為他們的肉鬆是別人要排隊賣的才行 之後呢 開始吃開化了的巧克力 和乳酪之後就會吃到焦糖味 感覺也是挺像滷肉飯 滷肉飯就是吃完醬汁之後吃到肥豬肉 然後再吃到飯粒 非常多重的口感 總括來說 目前吃到的這三樣甜品 他們結合了那麼多地方的台灣的文化 我都沒有想過可以把它製成一個甜品 然後還結合了那麼多不同的元素和材料 那麼多種口感和層次和味道 你可以說它奇怪 但是同時呢 也都非常創新 厲害厲害 現在帶你們來到的呢 就是台北大道城的一間甜品店 聽說呢 他們的全部甜品呢 都是用米做成 而且還是台東池上的 胡香米做 我非常之喜歡吃台東的池上米的 所以不知道這間店的甜品 會不會合我的胃口呢 我帶大家去看看 我覺得台灣的米 就是比起小麥來講 台灣的米 其實是能夠 更能夠代表台灣這一塊地方 而且台灣的米 本來就已經是 種植技術很純熟 因為我們試了很多家不一樣的米糊粉 那最後是決定用這一家 它做出來的風味是 帶有一點點的玉香 然後跟我們甜點又能夠配合 襯托出不一樣的層次 大家看一下 這道甜品呢 就叫做大四起 即是呢 其實有四股不同的梳芙梨蛋糕 看上去呢 比較像 輕語樂蛋糕 就看不出梳芙梨 而且呢 它是用米做的 真的要吃過才知道它的內涵 登登 插一插下去呢 就知道它非常鬆軟 不會失望 這個 看上去呢 其實它真的有點平平無奇 但是 你會吃得出呢 甜點不膩 但是雞蛋味呢 都非常之香濃 這個麥香紅茶味 看上去呢 都挺正的 嗯 我一開始吃下去呢 心想只是多了那個香味 沒想過呢 它真的好像在喝茶那樣 會回甘的 嗯 這個好厲害 這麥香紅茶真的非常適合梳芙梨的味道 一層層油 最淡味 吃到最濃味 這個朱古力呢 在未吃之前 我一切下去那一下呢 就已經感覺到它比較紮實 嗯 嗯 它的朱古力味呢 非常自然 不會說很甜 它呢 也會帶少許朱古力粉 本身有的苦澀味 而且吃下去呢 其實比較像吃著 brownies那樣 原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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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